日漩殷就是训练 大家早晨 欢迎收看指示攻略 我是李慧移 これは玩指教嘉贏 Randy St của Gmail 早晨 提提出股票问题 问你专家的意见 可以打来204x6566 电邮 去到ask at bhj.com tweets have to know 91571428 我们在YouTube Underground Facebook是不知道 大家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會盡快答你的問題 和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勢 見到恒指 最新報是20978點 跌211點 國企指數最新報7078點 跌48點 大肆成交暫時有381億 Sanny 今天的市場穿了21000這個位置 不過是差一點 試過失而復得的 又上回去 今天的重大的焦點當然是領展 暫時跌一乘二 都拖著市場 美股那邊是個別發展 不過看到中美關係始終緊張 加上加息前景也存在隱憂 整個市況氣氛一般 暫時跌200點左右 怎樣解讀這個市況是否穿了21,000 大家都要小心 大家早安 好啊 你自由啊Calvin 所以問我都不會回答你 你問我一些相關的同事 那些詳情的東西 你問他們就可以了 過市就 21,000 過去一兩個星期的時間 都跟大家說了那個 關鍵位置在哪裏 所以都是 看看21,000 這個位置 是否受到的 不過你說這些負面消息 一會兒可能再 逐個逐個去說一下 這樣 不過到處都是說的了 不過你說外圍方面 其實這個星期外圍最關鍵的是甚麼呢 其實是明天 明天出這個美國出CPI 這個才是最大的關鍵 中美的那些因素又沒有甚麼的 你講真的 你又要估計不到量化不了的 這幾天又不止一個 好像寫了三四個下來 其實沒甚麼就是這樣 這些又不需要刻意地去解讀的 那是個市 你說美股那邊 這幾天是差的 是真的差的 就是走勢 是暗了 這個差 其實美股上個星期 三個指數都是跌的 上個星期也全個星期來計算 是納指叫做跌多一點 跌8人之2點多 但其實也不是算特別多 所以那個事例 剛才的氣氛 現在這一刻 是變得有點審慎 就是有很多東西 大家可能現在是看不通的 但是計算過了 今天星期 那個CPI 下來的CPI 應該一些東西會清晰一些 我想美股方面會清晰一些 但只不過 廣估其實今天 領展又 待會再有長談 但只不過領展今天的下跌 其實是拖累其他的 其他的地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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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一樣東西 所以市場的氣氛上 又是差的了 即是差一點了 但是沒辦法 你只不過在領展這一下 是有少少大家都 都不是少少 其實大家都真的都 驚訝是甚麼 驚訝 就是假搞 甚麼意思呢 因為那天想著明天五 早點離開 又煮人吃飯 去過壇事假搞 搞到遲公佈 然後聽到他那個分析員會議 那一刻突然搞得差點遲到 不是 基本上是說少說的 但是 但你說他那個 那個 都自己說了這壇事 我想這壇事 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其實也很老實的 我經常都說 公司上市 你是否集資 即是你說集資是否公司的發展 其實你說 如果你假設你公股 你有一個理據 你說可能你公股 是有些用途的話 其實大家沒甚麼 Tony 早安 早安 我覺得那點是甚麼呢 那點不是他集資 即不是他這下公股集資 他講不出用來做甚麼 我假設一下 我假設那一件 假設公股 假設你說公股 有些東西要做的 有些收購去做的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是OK的 但問題是說 其實你看看領子 其實過去這一段的事 就是國有叫之前的時間 他做了很多事 包括甚麼呢 回購股份 跟著另外就是收購 即是他保持住了這件事 但因為就是說 因為你收購的背後 就是另外你的負責不斷高 即是其實你過去的負責 現在因為很厲害 嚴格上他不是厲害 但問題是 你之前的時間 其實你做那麼多收購 你對那個叫我去幫助 大不大 其實你見不到 即是因為他之前好像 收購了甚麼 收購了甚麼物流 物流倉庫的東西 跟你本來都沒有關係 所以你也可以說 他的收購 其實是真的對於他的業務 那個性質發展 其實你有些想不明白他要做甚麼 但問題是說 現在你欺負了 你說你雜誌來 你怕要還債 其實你想一下 如果你明知自己的債務 可能都害怕的時間 為甚麼你做到這些收購呢 即是你做很多東西 是令大家會覺得 你真的沒有錢 你會找我新手 但問題是 大家想不到 第二就是說 其實你之前做這些那麼多的東西 其實你沒有想到的後果 即是很簡單的 你回購股分 其實你可以不購股分 你可以賺錢做其他東西 但你又不是 所以整件事 你推回前後後 甚至乎 你又回到日一開始 在之前的時間 你做那麼多東西 現在你最重要的結果 就是要公股 你說很多投資者 真的有些叫不服氣 是 我覺得絕對是 是真的合理的 還有 因為你這樣搞一搞 其實令到很多公司 突然之間 大家可能會怕一些公司 如果解釋你高負債 都怕你抽稅 所以你見今天跌得特別多 哪些呢 新世界和群地 他們本身都高 因為他們負債本身都高 其他一些地產 相對比較好一點 不過你說 真的 其實你說領子要這一下 你抽稅得來是有用 即是有一個作用在那裡的話 即是可能當你有些投資 這些東西 我覺得市場的反應 不是那麼負面 但只不過你這一下 即是用來還債這一下 市場是會覺得 你之前做那麼多東西 你做什麼 即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一下就算了 這一下就算了 市場上一面倒 就是剛才所說的不服氣 就是我買你就是 收息養老 你現在就要我出來幫忙籌期 即是有那種的說法 不是 我真的覺得 其實是不會這麼說的 即是 這些說法其實是很簡單 即是你買收息是沒有錯 它穩定 但是 如果解釋它有些很大的 它也叫做機遇的機會 其實你說你雜資要再發大自己去做 其實沒有什麼 這一點 我又不覺得 即是說什麼 什麼 什麼 收息養老 收息養老 其實沒有 你也看得到足夠 但只不過 如果解釋它是用得其所的 你再加大去投資 它回報越多一些 其實沒有什麼 但只不過它這次的這個做法 是令人覺得是說 你反映你之前做的所有的決定 是不是真的錯 所以這些如果這樣算的話 其實對於 這個想法 對於說 究竟買下去 是否收息養老 是真的有一個衝抵 其實做這件事 有一個情況 你用來收購 放在自己 沒有錯的 我絕對同意 即是 如果假設說 我有一盤很大的企業正在走的 我要做一些厲害的 一定支持你 我沒有 如果我覺得你行的話 我沒有照顧你 但問題是你當然不是 所以這一下子是壞的 但是 Kelvin 首先 623不是必使 623叫合定證券 所以 嚴格上這一次 你可以說 如果你說到這一類的東西 領子不是股份 不是股銷 它是防托基金 所以其實 如果你說到這些 叫基金單位 所以你見到我時 我不是說股價 我不是說基金價格 是要說這件事 要搞清楚 這個 魯法治心 是叫做合定證券 不是Vis Vis 也是防托 合定證券 現在市場上 只有兩、三隻 另一隻 應該就是這個 之前那隻叫做什麼 朗亭酒店 那些有些不同 所以Kelvin 都不要這樣 你這樣說話 是有點錯的 這樣 今天領錢始終負面 市場暫時跌一成二 大家要留意著發展 另外Kelvin又彈了 另一隻 就是二動股 9857 這隻又是娛樂股 跌三成二 有什麼特別消息 我剛才上網看過 沒有什麼說出來 靈盟影視 這隻 不認識 Kelvin 你說到影視股 你比我更厲害 你的強項 我靠你教我回頭 不認識 他說今天拋售 問回頭 但是成交率 只有七萬多股 是不是你拋售 他自己本人拋售 2306 幾時解禁 這隻就有 不是說半年嗎 現在都未夠半年 有很長時間 所以都不想你去 Kelvin 是不是 是的 Hony 軍工股 他之前也有提過一下 想敲這些軍工股 2357 和317 好像山東省對開 也有些不明飛行物體會擊落 是啊 但是這些 都是打仗的概念 這些軍工概念 不是他們的軍工概念 那這些 這些 沒有 Kelvin 你馬來當你 你叫做是投機客 這些 因為 說真的 什麼理由不知道 原來真是UFO 那怎麼辦 你怎麼知道 但是這些真的不知道 如果純粹 解禁了這一刻 這些概念的時間 解禁了這些是OK的 但是這些 給你什麼意見 因為這些 你說 12357 317 這些是概念 但是真的是概念 有用 這些不止 所以純粹 當投機下買一點是OK的 市場 其實市場 有得意在 上不回21,000 現在這位 在爬著爬著 我也是那句 21,000 留下 要上不回21,000 我會害怕 但是如果像現在這樣 看著看著看著 就再 正公其變 再看一層 是吧 其實都真的要看著 你拿著什麼股 今天 我的股 還撐得下 都很差 算了 我都不理他了 科網碟 又不是跌得那麼多 通尼 他把多少息 我昨天 粗略計算過 你當他現在要公股 那塊錢 那塊數 你當是過去這三至四年 息的總和 你收了幾年息 DF1說什麼 對 他都說 所以變成是什麼的 沒有辦法 始終有些問題 另外 Lily想問9988和175 哪一隻可以進入 9988也有單消息 今天是不是 售出了印度支付公司PATM的持股 但其實又不是很大的影響 暫時跌跌1.4% 去到102.6這些價位 Stanley能不能充滿 另外一隻吉利又如何 按照你買 不過都是 9988可以買 有點尷尬 這些位置 就是那個市場好像 又是那句 穿了211 其實今天來說 嚴格上 Lily有跌得不太多 跌1.4% 不算特別多 你見 你見騰訊這些 有板殼也不會升 是 但如果你沒有貨 Lily 其實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買 就是阿里這些 我始終說一句 106樓下又不怕買 但只不過是市場的氣氛差 是這件事 這件事是唯一影響 現在這一刻要入市的心理 那件事 吉利就算了 吉利我真的不怕 應該是看到吉利有些消息 旗下那個電動車品牌 極黑 和五名投資者 訂立一些 就是那些扣股協議 算了 其實都沒有說 有些憧憬在這裏 試一試比一試也 如果你說解釋這個消息 你那時電動車 以後的時間 但這些消息 可能對我的估計幫助很大 但現在都沒有 現在本身 你剛好一月份的出貨量 又不是好 第二就是現在 這些市場之下 對於這些消息的反應 其實不會特別勁 西亞變了就算了 好 Lily的兩隻都有貨在 嗯 Milk的Milk的Milk 再加一些是OK的 因為Milk的Milk的 你放置 我都沒有什麼意見 始終我對它的看法 不是太過差 但是吉利就真的要小心一點 吉利的汽車版法 永遠都是那句 我不敗 尤其是我們的競爭 始終是大 這一下 你解決不了的 而且 其實看一月份的出貨量 那些價錢 那些車的情況 都不見得特別好 所以 所以不是真的 你看車的版法 為什麼要看得太淡呢 其實是看那些數據 研究過 才發現問題是哪一處 才讓大家不要後悔 所以變成這些 對 自己小心一點 嗯 你們可以參考 另外 Kelvin 2306反而加 OK啦 你OK的 有一點 那些明星 你都說過 你比我厲害 不過今天 今天暫時 就是落華娛樂 只有三萬股成交 是 基本上沒有成交 可言 那你自己看得好 話說回來 內地娛樂 關香港這邊 有什麼關係 Kelvin 你有沒有想要參加全民造星 是嗎 是的 那你多說一些資訊 來聽聽 我們真是狗熟 這隻 不過說開地產股那些 見到其實 九倉系都出了一些刑警 Stanley 見到四號仔和1997都一般 是不是都連帶領戰的消息 令到他們的勢也會更加慘 真是一隻一隻 你今天看到的 12和17是零零射射 多多人 尤其是17號 因為刑警 今年 說真的 刑警消息 在這段時間公布刑警的消息 其實已經預料了 等於我的朋友 那天 突然間星期六 星期六 昨天突然問我 送到刑警的 怕不怕 我怕他就預料了 這些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這些事情 預料了 預料了的時間 那個影響不會十分大 有些可能你沒有預料過 突然出刑警的那些 那些真的很害怕 但是如果這些要出刑警 其實真是 沒有特別的 不需要太過什麼 好 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再和你們聊幾下 電話旁邊有黃先生 早晨 黃先生 你好 請大聲一點 好小聲 好 聽不聽到 黃先生 早晨 見九 是 想問哪一隻 我就是阿里巴巴在108.5買的 是 聽人說恆子會跌三成 蛤 跌三成 何時 由何時開始跌 我就是阿里巴巴會不會跌三成 哦 你如果說恆子會跌三成 那大市 我聽阿 郭思智說而已 郭思智有機會跌三成 恆子 哦 你信他的話 如果你怕阿里巴巴會跌三成 你便會沽了 你便會沽到人家 沒有東西的 沒有東西的 這些很看個人的想法 不過如果2萬點跌三成 即是下回1萬4點 即是跌穿上去的低位 是否要自己想 只不過壓力呢 我又不是那麼擔心的 這些價位 如果你說 但是你說真的108買的 你很害怕的 那你就先指示 因為這些沒有的 這些真是好看你怎麼看 後市的看法 我不會說100% 一定不會跌下去 因為100%是沒有絕對的 但只不過是說 我相信機會率就未必太高 但是 但是如果真的害怕的話 自己減一減磅 沒有什麼 好 黃先生也可以參考意見 多謝你電話先 繼續聊聊天 Kaven連第幾號都吻了 厲害 厲害你自己去參賽 另外他就說 會不會 沒有人猜到的16號反而是最危險 16號仔會不會忽然抽水呢 Kaven不是 其實22000是高位計 如果你現在計算的話 其實跌三成 都算14000 已經14000多 或者14000多 例如14000多 你相信的 信的便會沽爆市 沒有什麼的 都是投資市場的東西 有個看法 你看你相信哪一派 甚至你覺得市怎麼走 很難 我也是覺得上半年的市是很難玩的 我從去年都說 今年的市上半年一定很難玩 所以現在這些走勢 雖然不是在我預期之內 但是也不會覺得驚訝 說真的不會覺得驚訝 只不過在下半年 因為我覺得今年的市 最陰濕的地方就是 一月份太順 一月份大家會覺得市好像覺得 今年很棒 很容易玩 每個都好像 好像發音炸到盆滿半滿 但是一個陪馬槍 撞下來那一刻 大家就好像就 躁受不及 少少 少少 但是這些沒有 當你想想 一年可能有時 一年的市比較好景點 可能都是升一成兩成起 現在上半年 即第一個月就 已經升一成多 最瘋的時間已經升一成半 好像那個市 好像不止 所以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 沒有 真的 這一回合 有時突然轉 都是 都是頂著 小編假裝沒有粉 什麼沒有你粉 賺錢沒有他粉 當然是開玩笑 你怎麼賺一成也沒有你粉 但我講回16號的情況 是16號會不會是 Kelvin剛剛也這樣說 其實這一轉 你說抽水這件事 其實你說身底很少 反而之前好像就是 國市家族 回購高分 不過這件事好像沒有了 但是 如果說到 要消息去集資的話 地產股裡面來計 還未有Loyle 剛剛都說 最比較高負責的就是 好像新世界加恆地這隻高 新世界好像 差不多 負責比率 好像是七成多 所以如果你說這次領執展這樣做 如果大家真的擔心的話 會不會有機會抽水 比較大機會是17號 但是問題是幾件事 抽水是一個方法 不是絕對的 很多時候公司都可以做一些 叫做refinancing 可能這些債是到期的 你可能會再做一些 可能是再銀團貸付的借錢 所以這次是害怕的 只不過是令大家害怕了 但是沒有的 始終你暫時 這個時刻 你當作是個別事件 這樣看法會比較好些 但是高息環境 其實對地產股 會不會的壓力都偏大呢 其實 一間公司 這麼大間公司 其實這些是預算的 你不會說突然間 好像公司這麼多人才 不想突然間說加息 你一都沒有遇過加息嗎 你不會的 所以為什麽令人知道 這壇事件就是 你會覺得 有些失敗 失敗 原來這間公司 你收購一些東西 你自己要負債增加 這件事其實本身已經是一個問題 除非你覺得你的收購 是很有前景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還有沒有一步的部署 都一定是要想起個息 其實就是這些 你會試這些 但是你之前好像沒有怎麼想過 所以沒得說 所以這次只能說 是 真的抵她不會過一跌 即是給人感覺沒有做足準備 當然 你收購 那要收了來幹嘛 你會覺得完全 真的為收購而收購 其實是貨 有甚麼用呢 有个问候 市场讲一下又回到21,000一楼上 所以又看看能否站得稳 A股刚刚这一阵的时间是OK的 A股定得住 所以港股不会太跌得下 A股好市场就有个谱 A股全线都在升 港股能不能够 如果突然到升 都挺不得了 现在上早 收市搜到21,000一楼上也OK 感觉上没那么差 现在今天 如果这样计算 如果能够单日转向更好 不过就看看能不能够 又是那样 搜21,000一楼上没那么坏 但那些能够像之前那样 跟21,000一楼上来 就变成了气氛会好很多 不过说起来 19888到升回 19888 又升回1.7% 这些还未完 不过美股上星期那些 就个别发展 又升下跌下 对 他真的个别这样炒 Kelvin问题 1157 中联重货已升一成一以上 这一只有没有什么特别消息 之前出过刑警 其实 不过这只 上个月出过刑警 不过现在这只 就是回购股份 不过过来都大 回购1200多万股 是不是有个分拆方案在 好像是 是 是 是这些消息 是 Tony 9888 你还拿着货 是呀 你没有拿着货 是呀 不过真的 我其实星期五还有看 是 还有看着这一批 这批东西 不过都真的 升下 有些 怎么说 其实是 超挖 但是我都真的觉得 是没有回货版本 没有拿着货 至少上个星期 对不对 应该 你没有卡住 但又没有卡住 没有卡住 156拿着货 就先拿着货 对 这些版法应该 不过说一说 市值越来越少 是的 100点左右 真的像什么 A股现在还在低下 是吧 先看看 A股是什么 另外呢 先看看创业版又升 或者是看不下货 那种也还在升 是的 可以了 看看市场 临不来 待会再晚一点的时间 可以再升上去 现在都可以了 有些什么在弹劲上来 缩约缩 看看一些 700那些都缩了很多 很多文词 小编 很多什么文词 小编 你是不是打错字 对了 听你了 有些东西很隐喻 引喻 魔师密码 小编你讲清楚 看不明白你说什么 你讲敏感词汇 哦 你讲AI 你讲内地 AI有很多敏感词 敏词 是不是内地用语来的 哦 不同的 是的 现在只要有一个概念 是的 就是当你查这件事的时间 其实你都不是分些什么 只不过内地 就是你说这一件东西 就是那几天的事情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 叫什么 有没有 去再研究这件东西 我也还有玩一下 你和朋友都聊了这件事 当然大家都不停地笑 古灵精怪 古灵精怪 但出来的东西都古灵精怪 但是就是那个情况 它现在就是这一刻去不完善 大家才有个机会 可能给你买一些 摆一下 所以没有了 有些货就先摆住 最主要我看看市场 能不能今天 可以真的扭转 今天那个跌势先 今天更晚一点的时候 看看行不行 是的 下午的时候看看如何 不过刚才 Sunny也说了一只信誉 说了 虽然预了盈景 不过就穿了 红底纳99.7 但是其实手机设备股 一般都是一般的 再看一看数 就说预期 其实接到去去 上年12月底子 那个陆德股东 英占日历 大概23亿左右 去到25亿左右 减少了五成至五成五 只看一看数 是不是真的比较差一点 我记得有些朋友 都偶尔问一下手机设备股 如果没有货 可以怎样部署 2018也多人问 2018今天跌得多些 跌4%左右 上月跌2.6% 这些如果有货 没有货 可以怎样部署 上半年都不理 上半年都不用理 因为始终你都可以说 知不知道 好像那个概念 就是说芯片 其实芯片那些库存 你今年第一季 希望可以搞定 但搞不定 可能第二季才搞定 可能下半年的时间 那个行业才有机会反弹 那信羽就 其实你说他赚 就是小赚五成至五成半 合理的 他上半年的时间 他上半年的时间 他上半年都说 他的营业倒退差不多四成多 其实下半年 他的出货量会变得更加差 所以变了 变了 他的营丁 甚至他跌 他的营丁跌 完全合理 所以都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就是货币上 他的股价 今天当然反映到这件事 但实际上 大家多看前景方面 可以不可以 看看新的手机 哪一边 可能苹果那些 有没有那些 有没有那些 没什么特别 我又暂时不留 就是预了 反而跌 跌2.4% 其实也不算多 2.4% 因为预了 多 他小也差 不过他小本身也是差 反而也算 不过封建文的问题 挺有趣的 相当会不会染蓝 染蓝 啊 小编就觉得难一点 有没有可能 很难说 真的很难说 如果你问我 他的基本面 其实 真的 我不购买 我觉得 他现在还是 挺显着的 亏损 进去里面 不购买 但是只不过 现在的状况 就是这些 要比较当炒 而且成交量 又比较大 就是比较劲的股份 入都真的不出奇 因为你现在 说真的 你现在这么多 那些 就是 藍桌里面 觉得什么 成份股 里面这么多 月纜又去很多股份 现在只有76% 之前说 今年也有80% 接着 似乎最终会给100% 那么多的时间 其实你想想 还有什么股份 可以直接进去里面 那 那 你好像大家知道 有时候猜什么快售那些 那 那 那其实你快售也回了很多 就是市值 都跌回很多 那你的 相通市值 现在又不是小 又真的大 所以你拉进去 又不会很出奇 但是只不过 就是一个情况 拉进去又怎样呢 嗯 是的 现在小片变了蜜子 变了蜜子 但是可以怎样 你现在 你现在全部的港股里面 只有一些大 就是除了一些金融股 那你大市值的 全部都是一些科技股 那你如果真的要再 留在里面的时间 那 其实你可以 可以选择的股份 其实你不多 是的 所以 是不是他都真的说不上 说不上 不过 当然你有货 那进去里面 如果是假设 加上去 那当然股价一定受惠 那 你暂时拿着先 雖然我也是那些 我不买的了 但是拿着先 又没有放的 是的 小片的科子2.0 是说笑而已 是啊 真的 小片没有说笑 那是真的 但是你不能够搞 你不能够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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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没有的 你一向的恒指 都是不断 根据这个时代 去改变它的成份 只不过 当你现在这么多借的时间 你的情况不要尴尬 因为 你现在那间大公司 下去 只有金融和科技 金融全部都低增长 科技你可以说 它增长比较快 但是 有些是赏钱的 就好像参考那些 但是 那个亏损的情况 很厉害的 但是看你怎么取捨 就是 你是一些稳定的 有些刺激的 那后面现在的市场 是有些刺激的 那 下去也真的不奇怪 是的 Tony 你都自己留意着 讲一下讲一下 完了节目 就跌112点 跌2万1楼上 大家密切留意着 就是一间下午回来 会不会有机会倒升 A股就越升越有 现在就是 虽然升级不特别多 上重指 现在升级19点 升级不特别多 但是 现在都叫做 day highway 也是 深圳也升级96点 大家都留意着 A股的走势 是的 8点半回来 还有一截 到时看市况如何 这件事 和Stan你先谈谈 刚才提到股份 有没有持有的 有和大家先谈谈 谢谢你 这环节省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